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了 你不管是宫廷啊 还是官场吧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个场所 哥的现在呢 你看有这个家斗啊 校斗啊 职场斗啊 后台斗啊 是吧 甭管你是丈夫还是妻子 是领导 是跟班 是导师 是学生 是著名演员还是学员 反正是不同的角色中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斗争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 你看大伙最熟悉的办公室 那有些个下属想出头 想升官 这都是正常的 毕竟嘛 你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啊 但是有些个心气大的 要犯了魂也挺糟心的 赤才傲物 不给领导面子 这就犯了职场大忌 还有些个呢 想在老板面前长张脸 处处压领导一头 你摊上这么一股 那领导能开心吗 你是领导 我是领导 这歌的古代呢 就是全臣和皇帝之间的斗争 稍有不慎 那脑袋就骑着咔嚓切下来了 打这儿起 吃什么都不香了 今天咱们闲着点闲着 可以来聊一聊 君臣权力分配这个话题 讲一个大伙都熟悉的 但是也不是完全知道的故事 清宫里边最有名的 也最有权的有一位大臣叫敖拜 看看他是怎么跟皇上相处的 作为康熙时期 辅政大臣的敖拜 在权力顶峰时期 甚至获得了代行皇帝职权的能力 但是小皇帝总有一天要长大呀 那么到那会儿这个大臣该怎么办 提到了敖拜呀 一定很多人就想到了陆顶纪 不管是细说的陆顶纪 还是偏向正史的康熙王朝 敖拜这个角色那都是妥妥的大反派 欺君往上 坚逆之臣 老百姓印象中的敖拜呀 把持朝政 霍论朝纲 沉迷于权术 无法自拔 不把当时年纪小的康熙皇帝放在眼里 其实敖拜在年轻时候 那是鼎鼎有名的大将 不仅为大清帝国开辟江山 同时对满清王朝开拓者的黄太极忠心耿耿 除了在战场上很勇敢 他在黄太极宫廷斗争里边 他是一个忠实的拥护者 是清宫里边最活跃的宫斗达人 哎 这个有人说这个是吗 说他打仗还行 宫斗他是不是是个票友啊 这可能让人失望 跟大伙想的不一样的是 此时的敖拜 不是那种传统异山的恶人 相反 为了防止多尔滚篡位 啊 跟他多方周全 为拱卫正统黄泉 担惊截律 为这个呢 还遭受了全臣集团的记恨 受了不少的苦 有人说这怎么跟我们看的敖拜不一样呢 哎 别着急啊 咱慢慢的聊 要说这个敖拜的发家史啊 不得不从他最引以为傲的武力之说起 影视剧陆鼎记讲到 敖拜武功卓越 着实的让韦小宝啊 为难了 真实历史中的敖拜 何止是个武林高手啊 还是一个军功卓越的大将军 他出身将门世家 他的伯父叫费英东啊 那被称为满清的万人敌 位列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 敖拜啊 打魏成年呢 就从军了 当了兵就想立军功 作为这个名将之后啊 自然也想争一争美名 想来的前辈费英东 学习学习 恰逢黄太极要开拓疆土 这会儿敖拜还是一个热血小青年呢 那摩拳擦掌按捺不住 黄太极要攻打蒙古 查哈尔布 敖拜那是立马冲了最前辈 黄太极又打朝鲜了 敖拜又冲到最前辈 几场战役 敖拜都立了大功 深得黄太极的信任 这个还远远的不够 一直到天启年间 黄太极把野心伸向了大明王朝 面对着满洲铁骑的逼近 名将毛文龙 此时率军退守匹岛 成了黄太极心里边 一个不得不拔的钉子 黄太极忧心忡忡啊 因为连他爸爸 太祖皇帝诺尔哈赤 都对这个战略要地啊 忧心不已 果然 黄太极的大军 在进攻匹岛的时候 连连受挫 谁能拿起匹岛 谁是这个关键人物呢 我们的主人公 敖拜同学站出来了 登登登登 站出来 出征时还立下了军令状 我等若不得此倒 必不来见王 势必刻倒而回 话说的 我一定能成功 你等着我 一番战斗之后 敖拜是凯旋而归 这个黄太极大习过望 以敖拜为首功 禁决三等男 赐好巴图 巴图 就是勇士的称号 你如果说获得了巴图 称号的这个 敖拜完成了战场上的最高殊荣 那么他的下一步就开始 把目光投向了宫廷斗争 此时的大清王朝 在皇太极的带领下 是连战连接 敖拜在随后击破明军 张献忠的大西军 李自成的大顺军 各种战役里边 那都是立了非常大的功劳 逐步就成为了满清八旗将领里边 响当当的人物 就在他这即将就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啊 遇上一个最大的敌人 这个敌人 不是说什么战场上的 或者包括大明王朝 什么袁冲焕 张三里 跟这些都没关系 那么这个敌人是谁呢 这个敌人是他最信任 最崇拜的领导 黄太极的亲弟弟 多尔滚 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自己家里人 跟自己家里人还能杠上呢 这您就想错了 帝王之家 哪来的自己家里人 就在清军即将入关 统治中原之际 黄太极去世了 清朝的最高领袖去世 谁该继承他的皇位 这个就有意思了 因为黄太极本人都没想好 那就谁厉害 谁当老大呀 对不对啊 多尔滚 手当其冲 我厉害 我得抢这宝座 但黄太极的长子豪格 不高兴 我亲爹的宝座 你想多就多吗 那咱们热闹热闹吧 于是 满清历史上最早的宫斗大戏 上演了 在多尔滚的这个 夺位之争中啊 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 其中有一个家伙 永贯三军力大无穷 提着个刀 要五贺六 这谁呀 多尔滚一打听啊 敖拜 多尔滚也有点没辙 因为敖拜是八旗军的重要将领 手握军权呢 敖拜也没辙 因为多尔滚是老板的弟弟 你不能真动刀啊 对吧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敖拜只好搬出老板的名头来 震贺一下多尔滚 领着一大批 忠于皇太极的这些个大臣们 摁着宝剑 大伙一块说 说我们这些个臣子 吃的是先帝的饭 穿的是先帝的衣 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有如天高海阔 如果不立先帝之子 我们宁可从死先帝于地下 可这个话说的啊 扔着地上当当乱响 说了多尔滚都傻了 你没有理由篡位啊 对吧 但是呢 他也不想让正敌 豪格让他寄位 也不行 那咱们这样 咱们都退一步 让皇太极的九儿子 当时才六岁的福林继位 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 电影电视剧老说 欧拜是谋逆的奸臣 但你要光凭这段 慷慨西昂的肺腑之言 你说明他有忠君的意面 虽说多尔滚没能如愿 当上皇帝 但当时呢 顺治皇帝还是小 作为这个皇太极的弟弟 八旗军的统军司令 德高望重了多尔滚呢 也当仁不让 就当上了摄政王 过了一把替皇上执政的引 自从拥有了摄政的权力后啊 多尔滚就越发膨胀了 党同发义 严厉打击曾经跟他作对的人 尤其是和他当初啊 争夺皇权的这个头号种子 皇太极的长子豪哥 当然啊 还有他这个拥护者 敖拜先手 多尔滚盯上这敖拜 日子不好过呀 有人好奇说这敖拜不是大清第一勇士吗 康熙见了都礼让三分 尊称一声 敖绍宝吗 抱歉各位啊 这是康熙朝的事 那么在顺治朝呢 纵使他敖拜是满洲上三旗的贵族 也不过是爱新觉罗家的家臣 论地位 也不如这个多尔滚 多尔滚掌有摄政之权 亲王啊 果然啊 在多尔滚开始的肃清政敌的计划中 敖拜就屡次的遭受迫害 顺治继位的第一年 明明这个敖拜前脚在外打了胜仗 后脚 多尔滚就罗列了各种的罪状 被革之插外 多尔滚给他写 你这不对 你那不对 如何如何 顺治五年顺治七年 敖拜两次 身处险境 遭遇弹劾 甚至是被论死 差点这个 丢了性命 万幸 敖拜命大呀 还没等着多尔滚要弄死他 多尔滚自个儿出事了 坠马死了 正说清朝十二臣里边 对敖拜有这么一句评价 敖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 相皇其的重要将领 忠心施主始终不渝 在皇太极去世后 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 甚至不惜兵戎相见 最终征得福林继位 那时候的敖拜呀 雇主已死 他也成功的帮助福林继位 完全可以功成身退 为谋求个人利益 依附堵而滚 这在官场里边来说 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是敖拜呢 没有怎么做 你谁能想到 这个敖拜为了力挺顺制地 为了扳倒多尔滚 多方奔走 如果没有后来说 跟康熙闹的这出呢 也许在清朝历史里边 他会作为一个巨大的正面人物 来传扬 前面说了 在多尔滚的这个残酷高压下 黄太极这一阵的亲信 被严厉地镇压 敖拜之所以能够侥幸地残存下来 到后来还荣登高位 不是因为狡猾 反倒是因为他对皇帝 确切地说是对黄太极这一脉 始终秉持着一颗赤诚之心 顺制皇帝是不是 说也像敖拜信任他一样 也同样信任敖拜呢 咱们没有办法得到 确确实实的考究 毕竟连他的亲叔叔都敢蔑视他 篡夺他的权威 帝王之家 本来就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呢 敖拜的辅佐能力 得到了顺治皇帝的赏识 年轻的顺制弟啊 得了不治之症 即将驾崩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把敖拜列入到 辅佐儿子康熙的 四大顾命之臣的队伍里 顺制皇帝死得早 他的儿子康熙继位的时候才八岁 作为顾命大臣的敖拜 自此算是加入到了新领导大的班子 同时也迎来了事业的上升期 并且是真正的事业上升期 事实呢 也正如他所想象的一样 虽然说是作为顾命大臣里边的老四 但他的能力盖过了前三位 那么 他会成为另一个多儿滚吗 咱们可以一个个来分享 先说头一位 首府 索尼 这是个什么人呢 贵为辅政大臣的首位 却愿意做一个闲人 不醉心于权力 哎呀 不哎 插手正物 其实这也是聪明的表现 老三 厄比龙 一瞧这架势 老大躲了 我干嘛呀 我别望上冲了 望上冲没好处 哎 来几块橡皮糕 把嘴一贴 得了 少说话 因为有敖拜在呢 他除了举手 表示支持 表示同意 哎 你说的都对 其余的是 一个字也不说 这个老二呢 苏克萨哈呢 当年这个 敖拜在这个 义政王公大臣 或义上挥刀啊 他的对手 就是多尔滚的死忠坟 苏克萨哈 这个仇接的年头太久了 果然 后来因为圈地事件 政见不合呀 敖拜利用自己的权力 一举就拔掉了眼中钉 灭了苏克萨哈一家子 辅政大臣的前三位 论能力 论魄力 论精力 这个 敖拜 首当其冲 在索尼病逝之后呢 他毫无例外的 就当上了首辅 也就是在他 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 犯了一个大错 什么大错呢 就是他打破了权力的平衡 从那个时候的点击记录啊 就看得出来 皇族宗亲们 不满意敖拜 爱心觉罗 招联 在笑亭杂录里边 记录傲拜 说国初 傲拜俯正时 凡一时微服 尽出其门 这话说的就是 对傲拜掌权的个酸 清史稿 傲拜传 那是详细的写了 傲拜的罪行 傲拜受顾命 名列 厄比隆后 自索尼族 搬行张奏 傲拜皆狩猎 日与帝 穆里马 直 塞本特 等 党比英私 凡事 即家定义 傲拜是不是 真的像史籍里边 批判的那样呢 结党英私 拒揽权力 搞小绸庭 或许只有他 自个儿是 清楚了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就是 康熙看不下去了 小皇帝说 我哪里当三朝元老 高官后路 你拿我当空气 要是康熙向宋徽宗 南唐后主李玉 写字 画画 唱歌跳舞 也就算了 可康熙呢 是 开创盛世的大地 有惊喜识 你一个半截身子都没了 那你老臣 你起我脖子上 不行 于是16岁的康熙 要下手了 找了一群同龄的少年呢 练习步酷 就是类似摔跤的游戏 在趁着敖拜 掉以轻心的时候 招他上殿面圣 想用摔跤少年制服敖拜 敖拜来之前 康熙就跟这帮小孩们说 你们都是我了 左毛右背 你们是怕我 还是怕敖拜 小孩们当然说怕皇上了 那后边的事 电影就都演了 一上殿就把敖拜捆在那了 这么大一个敖拜 辅佐过三位大清皇帝 没死战场上 没死多人手底下 摆在16岁的康熙手里边 敖拜被活捉呢 他囚禁于地牢里边 原来是想杀他 但看到为国尽忠一身的伤疤 康熙动了侧隐之心 判了一个终身囚禁的惩罚 敖拜立生啊 一直跟人斗 早年一心施主 帮皇太极斗李子诚 斗张献忠 斗完了外敌 开始斗多尔滚 屡次陷入困境 屡次化险危机 晚年如果说 没有这股子利器 或许能够善始善终 但如果是那样呢 也就不是敖拜了 世事都得争一口气 得到了辅政大臣的位子 也正因为如此 挡了康熙 开创盛世的康庄大道 最后落一个 身死尽锁的下场 也是可悲 可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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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